谈点图类遇到奇葩求职者中的大奇葩 月薪不低于两万 那你干嘛要写一个亿个人 我的心里想法就是我的项目最少可以创造一个亿的价值 但是你知道中国你说谁的哪个CEO 哪个企业的CEO的年薪是一个亿 你都说给我听听 因为我前面还有一个自己的公司 我自己的公司可以给我创造一个亿的价值 我不会去要求公司给我一个亿 你都能创造一个亿来 你来这儿干嘛 因为我这个项目其实策划出来不到一个月 因为其实我落地的话 其实我还是需要就是更有激烈的老板 给我一些更好的建议去带领着我 资历尚且 我不是我并不是说这个多么阴险的东西 我不是 我们要是天天都在揣摩心思画的节目也录不下去了 就天天在想 哎你看他会不会说对我有不利的东西 我灭了他 他是不是要挑拨了一件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这些东西我并不是说 这样什么都说了 刚才我也问了你了 除了动嘴 别的事上期呢你也没有 我们就听一听他讲东西怎么样 好吧 反正他做来音频做讲师的嘛 要要薪资多少 薪资一万 一万 对 来两分钟 孔子说过 那个十五有志向学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从心所欲 这些大家都听过 什么叫十五有志向学 也就是说一个孩子 如果在十五岁之前 就十分好学的话 对他并不一定时间好事 那中间那段我就不说了 因为时间不够 然后再说一下 他说到了七十从心所欲 那么八十怎么办呢 八十是一种精神 是为了就是你的后面人 能走得更好 没有展示出来的能力嘛 没有说出来的话 咱可以从你展示 咱自己解释 咱自己为自己证明 对吧 郭老师您好 我刚才那个有点不礼貌 对不起啊 这样啊 我先跟你说段话 你呢 算不得上是我父辈一几个人 他们都七十多了 你算是我书掰一几个人 其实你在说那些知识的时候 在说的有些荒诞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 其实我对你内心 是有一种复杂的感受 你别说荒诞 我没接受 企业家也好 职位也好 他不会为你的这种表达去买单 他应该是说 你能够为他创造价值 所以我也希望许先生 能从这一次的这个求职当中 他能够体会到说 企业是什么 职场到底需要什么 我希望他能够踏踏实实的 真正的去找到 他能够做和擅长做的工作 其实在您走之前 中段录制之前 是没有进行第一轮选择的 现在马上第一轮要选择了 我索性给你机会给到底 我再给你三分钟自由演讲 你自己再说一遍 你想说什么 为自己拉拉票 你不是拉拉票吗 来吧 我也是有一定的真才实学 而且我觉得你给一个 比如说十一张 或者说一个大一张 五千六千八千 但是呢 实际我的这个 这个才能也是值了 值这个五千块钱的 今天说出这么多 就说 我可以说有 很反应的这个反应力 但是呢 我想 你们也肯定不会留灯 对吧 就说我在这丢人了 但是我不怕 来 让我们一起选择吧 第一轮选择 学后来 你现在月薪是五万 真正到手的 就只是五万 还是说 还有别的 差不多吧 什么差不多呀 到底是多少 到手多少 反正就是 因为它有继销 你光想干什么 你到底平均每个月到手 能拿多少钱 这个是最低的 最高能拿多少 你又不是见不得人的 黑色收入 是 不是 但是我 我也很像你说吧 有什么 你说嘛 你自己 你自己 你到手能拿多少 一年 一五年 你拿了多少吧 总共 一五年 一年 年 你收了多少 他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虽然说这上面写的是五万 但平均下来 基本上每个月能能拿到近十万 是这样的吧 那 那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不好意思说呢 合法收入 我知道是合法收入 因为今天就是来找工作 来找工作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 我要是想还在我那个行业工作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是啊 但是我今天来在这的话呢 我就是把自己放空 因为我想 你想刻意写低一点 我想换个行业 然后的话呢 所以你怕写太高了 别人不招你 是这意思吧 我想换个行业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我这么说吧 就是说 当毕业的时候 我就是需要挣钱 因为我们要买房 要买车 你现在不需要挣钱吗 当然现在的话 这些东西我有了 我老公的工作也非常不错 但是我可以说一个 第一个 我小孩穿多大的鞋 我不知道 我孩子的 英语老师 数学老师 所以这些老师的名字 是男是女 我不知道 没有放心思在家里 就是我这些年来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对家庭 然后但是我爱人 就付出比较多 然后呢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今天来这里 我就是想找一份 第一不要让我全国满 就是满时间跑 第二呢 就在天津 正常的一个工作 然后必须在天津 必须 必须在天津 是不是必须在天津 对 没错 别的城市我不考虑 要求薪酬多少呢 薪酬这块的话 就是一万 一万 那我那可比原来少多 还是一个事项 因为我 너무事须在天津 没有事须在地津